这里是慈祭位于台中雾峰的环保教育站 成立20多年特色之一 就是报纸要折成像豆腐砖 坚持多年这么做 是因为能比单张单张卖 价格能够三级条 塑胶带回收是这里的大宗 这些好一点的塑胶带 志工经过稿钢的回收步骤 身价翻了十倍 要先把它剪开 它在洗比较好洗 洗得比较干净 在晾干的时候会通工 很用心的 每个每个像照顾小孩一样的细心 像PPE这么厚子的塑胶带 大概都可以卖到十几块的价钱 用水来自隔壁香菇农的爱心 冷却的水回收再利用 他们本来就是要流掉的水 我们就把它回收来用 当然省钱 对啊 报纸回收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 回收的报纸通常不整齐 志工细心巧手 变成一块块豆腐砖 我们就要放在桌上 把它背 背后这整个 让它这样 整整整整整整整 志工双手当运斗 这么一趟 废纸变黄金 整理好就是八块十块 这种就是教我们的废纸 会做两块三块 我们一天的回收量大概二十多斤 其实换成量化的话大概有一千多个塑胶带 那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月可以回收三万个 对 没错 雾峰环保教育站成立二十多年 天天不打烊 回收的资源非常可观 他们默默付出 对环境的这份爱 无价且无私 大爱新闻 欧阳光辉张立军台中报道